聖誕快樂 聖誕節快到了 是時候準備禮物送給朋友或自用 慶祝聖誕節的歡樂氣氛 這個時候 送上自製的聖誕禮物 就最顯得有意義和心意了 漫無工作7創辦人張敬謙 特別設計了用製造家具時候 所剩下的木材所造的蘑菇燈 既環保又有Upcycle的意義 而當中的黑胡桃木承殘於北美洲 因為牧民被人貴氣的感覺 所以都會製作成傢俬或大桌 斑曼木承殘於非洲 因為牧民像斑馬民 所以就有這個名字 它被人的感覺比較狂 另外蘑菇燈利用了銅製線端 特別設計了無線著燈的原理 當兩個線端放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產生磁力通電 移動的時候更可以調教到光暗的效果 這樣也算是讓師朋友學習到科學的小知識 那我們一起學怎樣製造 首先要把所有木材分別以 400、800、1200、粗細號的磨砂紙 分幾次打磨直到光滑位置 再把木立公文抹上磨好的木材上面 做保護作用 令木材不會那麼容易受到天氣或濕度的影響 連接電子零件 測試可否通電和亮燈 之後再組裝底座的電子零件 需要用熱溶膠窗固定內部的位置 並且要用螺絲定實散件和開關鍵 再將電子零件組裝入蘑菇燈裡 以熱溶膠窗固定之後 蓋上膠製的蘑菇型外殼 以螺絲定實 電子零件中間的線圈透過產生磁力 可以令到蘑菇燈無線通電和以移動調教光暗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